詞曲 李宗盛 接下來的講者是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的同事 欣炳賢教授 欣炳賢教授是在澳洲墨爾本大學畢業的 他現在本身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內心臟科的副教授 欣教授在心臟科很多方面的介入性治療 都有一個非常高的躁毅和很大的貢獻 他本身集中的興趣是治療一些研究的重點 是在動脈血管的一些缺血狀態之下的介入性治療 所以今天也很高興 欣教授可以跟我們分享 他在嚴重肢體缺血在血管病方面介入治療的最新進展 Brian 大家好 延續剛才王教授說用微創方法治療 即是腦血管的問題 我也是在同一個科技 都是血管內的微創方法來處理一個下肢嚴重的缺血性的病 其中我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分享到 希望多些病人可以接受治療 其實主要是希望救出多些病人的腳 其他方法當然可以買一雙鞋 一雙腳的鞋 當然有些好一點的方法 其實下肢血管病跟普通血管病的病理一樣 都是因為血管硬化和膽固成積聚 即是跟冠心病一樣 令血管逐漸狹窄 其實這個病逐漸會越來越差 大部分病人 最初血管的直徑是比較寬鬆 最初一半病可能沒有什麼症狀 不過持續慢慢收窄 血液循環越來越差 最早期的症狀開始走路 就開始缺氧 就開始痛 我們傳統說的跛行 其實那個道理跟冠心病的心腳痛一樣 其實腳弄得痛一樣 不過再嚴重一點 去到血液循環 就是沒有血液循環 去到腳就開始不走痛 我們叫做rest pain 就是不動的痛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而且最差的完全沒有血液 就開始腐爛 看到有些人有一點洞 接著開始黑了 接著就越來越黑 因為開始壞死了 其實很多人看到大部分 很多糖尿腳病就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其實好像冰山一角很少 不過隨著我們社會年紀老化 我們的食物的豐富度 和西方化 以及現在的糖尿病問題 其實冠心病和下肢血管的病 會相續越來越多 其實統計的全球性 其實過十年 其實已經增長了三成 我想現在有這麼多因素 我將會見到越來越多的病 尤其在我們亞洲方面 比外國的病相距離來說是會多 其實有甚麼症狀呢 第一 主要是因為剛才說 是因為嚴重的下肢血管的阻塞 不然去到爛腳的情況 很多時候不是單一方面 是一個阻塞 很多時候是有很多阻塞 就像其中一個病人一樣 有呎長的阻塞 由腿部到腳部都有 其實是很多層 是很長的阻塞 很多時候是很細血管 由膝蓋對下的很細血管 即是到腳趾血管 也有一個1mm的血管 的座室都有 最初是怎樣呢? 是痛 好像是晚上痛 為甚麼晚上會痛呢? 因為平時你站著地心吸力 血向下 那你回來就沒那麼差 一睡覺時你腳擺平了 沒有地心吸力幫助 很多時候晚上的病人就開始痛了 腳又凍了 那時候你見到病人 要腳躺在床側邊 拿回地心吸力 幫他多了幾滴血 讓他亂了一點 很多時候病人 最初就開始在晚上睡覺 然後很多病人就是 腳的脈磅好像摸不到 然後就可以變色了 開始腐爛了 去到黑了 甚至可能會發現 很多時候 其實糖尿病 糖尿腳是挺廣泛的 不其中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見到懶腳 就是聯想到糖尿腳 其實很多糖尿腳的問題 就是因為血管嚴重的阻塞 不是微絲血管 在大氣管塞了 令到他沒有血 令到他無法痊癒 其實除了爛腳有甚麼好處 那又怎樣呢 其實他的討論是很差的 其實那個 如果開始爛腳的情況 一年內 會少過一半人 還是在生 不需要折肢 其實開始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告訴你 是一個 中央一個挺嚴重的問題 還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血管阻塞 食藥 是沒有甚麼大作用的 其實一定要調整它 讓血去到你的腳 才能夠調整 其實很多時候說 斬腳 不要懶了 不要斬 其實斬腳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斬腳為甚麼不好呢 如果一斬 通常血管要斬到膝蓋 那麼高 不可以斬腳趾 只斬腳眼呢 因為很多時候血管去到大腿 即膝蓋最上就停了 大部很多時候 這個就不夠血 所以斬腳人都知道 要斬到有血 那個傷口酸埋到 如果你的血管想想 如果去到大腿已經停了 你斬腳趾 沒有甚麼意思 也將一個很小的一個彎 變成大一點的彎 斬腳眼也都是 那麼它就斬到有血了 通常人們一斬 斬到很高 一斬到膝蓋最上有血 那個傷口才復原 而且一斬 很多時候你也知道 斬到沒有膝蓋 或者對上對下 大部份的人都走不了 尤其是病人已經是年紀老 斬了腳 就可能要輪椅 亦都是很多時候 左手不是只有一隻腳 很多時候都是兩邊腳 一樣那麼多 不過是一隻腳先爛 才是另一隻腳 很多時候你一隻腳斬了 隔多一會 到那隻來了 很多時候變成斬 很多時候就去到 這麼差 就是bilateral amputee 其實是一個挺殘忍的 還有大部份斬了腳 因為它也有很多人會 depression 有很多人起不了床 有些sacral sores 也有很多因素 很多時候都會 五年來大部份都會過身 還有斬腳以為很簡單 其實是挺昂貴 相對來說 因為斬了腳之後 病人可能會留院很長時間 之後他又要請到一個工人 去照顧他 有很多因素 其實斬腳可能快 不過之後對社會來說 負擔相對其他病人 是高很多倍的 那麼現在怎樣處理嚴重血液症 其實主要的問題 主要方法就是血管阻塞 其實挺簡單 塞了 通了它 主要問題就是選擇 哪些病可以通 哪些不可以通 其實現在我們的科技先進 技術上的先進 其實大部份都通到 其實很少病人是沒有機會去通 其實不只是通 要早通 因為你遲 血管壞死了就沒得救了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要盡快 你開始有症狀去嚴重 就最快通了 不要等到它都黑了 即是爛了你才去救 那個後果就絕對沒有那麼理想 其實已經是 國際性的治癌 其實是通回血管 就是reversalization 即是塞了血管 通回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當然通不一定是微臟 你可以搭橋 也都可以微臟 總之是把血管帶回你 就是之前去不到的地方 主要是把血管營養 去你腐爛的地方 就像耕田那樣 你的田上面生了水喉 沒有東西生 那你開回水喉 有水了 那些東西才會生 會救得回 其實如果你早去通 亦都是足夠通 即是通得 即不是只能通小 即是通得回 大概有八至九成的腳 是不需要斬的 即是可以不斬到 不需要斬 除了不需要斬 其實很多時候通了血管 病是一個最好的止痛方法 很多時候晚上病 我想說冷 是經常通 一通回血道 第一晚通常都開始暖了 痛的程度是減少一些 因為不夠血 血氧的痛是很痛的 那要通回血管 是一個好的止痛方法 亦有一個傷口 會幫助他帶到營養 慢慢去康復 當然時間會很長 不過也會有機會康復 而且如果真的要斬 你可能不需要斬到膝蓋 可能通到腳眼 可能只能減腳趾 只能斬到半隻腳 那麼多數有回合教 通常來說你能走得回 有回合有一個爭 你走的機會 就比你斬了膝蓋 那麼也都當然 好想而知 你越斬越少的話 轉來不用斬 你的生活指數和行動方面 當然會好很多 希望不需要斬的話 可以延長平日的生命 亦都可以減短他們留院的時間 亦都可以減少他們康復的時間 總括來說 希望可以幫助社會減低醫療上的負擔 那麼其實怎樣 剛才說過 可以搭橋可以眉創 其實回到全世界 已經是美國的指引 就發覺 現在差不多是用眉創方法 已經算是首選的方法 去治療這些嚴重的缺血性 為什麼呢 好想而知 好像冠心病一樣 眉創和搭橋 大家都知道 眉創一定是創傷性 比開刀少一點 亦都是適合年紀大 亦都是很多有另外的病 是不適合全身罵醉的病人來做的 我最老的病人是103歲 原來是局部罵醉的 其實很多時候 搭橋可以搭到很小 不過有時候我們血管可以通到 是塞到腳趾尾都可以塞到的 那是不是搭橋搭到呢 很多時候都未必一定能搭到 所以有時候搭橋未必一定能幫到一些病人 有時候沒有地方讓你搭到橋 你要搭 要地方讓你由開頭搭到尾 我們通血管也可以由頭下通到尾 其實有少許是不同的方法 不過有時候搭橋搭不到 我們未創有時可能做到 亦都可以是我們做不到 或者翻摘 我們可以再做過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這個技術 可以做完可以再做 其實美國來說 十年來我們發覺 十年來微創多了三倍 相對來說 那個搭橋那個 算了 這條線呢 是不是這條線呢 最重要的是少 亦都說斷支指數會活成減 現在不是告訴你 微創比搭橋好 不過我覺得 之前很多人沒有選擇 沒有機會說你太老了 不可以做外科手術 或者不能搭橋了 亦都有另一個創傷性 低一點的方法 好像微創 給予這個病人的機會 就是多些病人可以受益 多些病人可以通血管 來救救他的腳 其實很多人以為 尤其是糖尿病 說微細血管阻生 你通不了了 不過其實大部分問題 現在是大的血管 即是大腿小腿的大血管 不是微細血管的問題 其實這個在外國 一個意大利的一個研究 發覺少於5% 即大部分 即九成的病人 是可以通到的 即很少病人 真的不適合通 亦都通不了 亦都發現 如果你不通的話 你斷支的機會 有30倍以上 即發覺如果你可以通到的話 你的斷支機會是很少的 除了斷支而已 你的生存率 發覺最低條線 就是沒有通的 沒有通的話 五年後 差不多七成的病人 已經死光了 但如果你通到的話 如果你是踏橋 或者是微創 如果你通到的話 你的生存的機會 相對來說是高很多倍的 除了不用斬油 亦都可以長命一點 這是最近亞洲 譬如日本的一個數據 因為日本其實也很先進 日本有一個數據 三百多個病人 發覺如果通到 用微創的方法 生存率有八成左右 不用斬隔有九成左右 還有他們個人的生活指數 相對來說 比以前好很多 雖然通了 所以可以令到病人少了 斷支 亦都可以令到生命延長 不過你明白到 這些斷支 這些不是馬上通了 馬上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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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有時 都需要時間慢慢好 不過你不通的話 機會就好未 因為你帶不到血 帶不到營養 去腿 那問題是 其實香港 暫時來說 斷支都是一個最常見的治療方法 很多病人去到嚴重阻塞 都沒有機會去通發血管 很多時候就被人斬了 其實為何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有兩種障礙 有些是病人的障礙 一些是醫生的障礙 病人來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病人是不知道 第一有醫療的治療 第一很多時候不知道自己的病 跟血管有關 很多人以為 餓糖尿腳 糖尿病 因為糖尿 即是脫糖的問題 不想到原來是血管 不夠血道的問題 很多時候病人被人告訴你 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那你等 也不知道原來可以 血管可以通通的 好像心血管 大家都知道可以通過 不過原來腳都是血管 一樣能通到 也不知道原來通到的話 如果早早通 其實可以減低 斷支的危險 很多時候我看到病人 就已經差不多腳趾黑了 去到腳眼 黑得很遲 為何這麼遲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很害怕斬腳 每個人都不想斬 每個人就不肯告訴別人 穿著鞋子 其實很害怕 因為很多人說朋友、親戚 腳開始爛了 入之院 入之院 出來就沒有腳 他們很害怕入院 越遲 就越要斬 有一個惡性循環 越遲 就避免不到要斬腳 所以這個要改進 要提高病人的認知 知道有問題 早點醫 這樣就可以救 越遲醫 就越沒得救 很多病人寧願死 都不肯斬 變成躲在家裡 最後都不能斬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錢眼問題 有時候儀器都要自負 幸好最近 香港剛剛改了一點的政府 都支持醫治治療 也不僅僅病人 有時候醫生都有問題 很多時候醫生 很多都不知道 那個急切性 如果見到要做都要醫 可能要拖前了 可能變成沒有了機會 也很多時候 我見到她 很不好的一個 三方面的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發覺 病人來到 爛腳 黑了 沒有發炎 現在不用斬了 你先清洗 回家 慢慢清洗 就回家了 到她回來的時候 發炎了 哎呀 發炎了 立刻斬 其實沒有了一個window 沒有了一個空間 其實中間是可以被你通 它就變成沒有了 亦有很多病人 因為都是老的 大部分70、80、90 很老的病人 亦有很多其他病 有灌心病 心衰竭、腎衰竭 全部都有齊 很多時候都不適合做手術 可能不適合做全身麻醉 不過微創過半麻醉 我覺得那個風險是比較少的 不過亦有很多時候 這個技術 未必一定每間醫院都會有 亦有很多時候 大家也有時候 不知道去送病人去哪裡 很多時候 這些病人的左膝 很多時候很微小的血管 膝蓋對下的血管很小 很多時候 就以為不適合微創 或者不適合搭橋 其實不是 其實都可以搭橋 如果技術好的話 亦都可以微創 都可以通到 有時候 有些人通了一半 通不完 亦有效果做不到 亦有我們見過 有些人未通不完 都做不到他最理想的效果 其實我之前說過 斬腳容易 不過可能 那個復康可能很長 或者永遠復康不到 那麼我們威爾斯怎樣做呢 威爾斯其實我五年前回香港 最初就希望 會有組織性來處理的方法 我就聯繫到跟血管外科 我自己的心臟科 還有骨科 即是骨科 還有腳部治療師 還有內分泌科 一起做一個團隊 一起去處理病 因為這病是挺複雜的 不是一個部門可以控制 看得到的 我們剛剛在去年年頭 就開了一個 一個綜合性的 一個腳部治療師 我們就會快速 健健病 病人一有 可以好像一個快隊一樣 不用等那麼久 一有懶腳 直接回來 我們盡快幫你 去研究 是甚麼問題 直接盡快幫你 通回血管 務求 即是不要等那麼久 我們主要的方法 通通是 變成微創主 主要是把血管 由心帶到要去的地方 腳踩好 腳背好 腳趾好 總之你帶到血 要去的地方 那時候才有機會會通返 我們要盡量通通通通通 通通通到腹底 之後我給你們看看 我就有幾個個個案 再顯示一點 我們現在做的技術 以及我們做到甚麼 可以做到甚麼的病 但這個病 62歲 有糖尿病 又在洗血 15個禮 於是就懶了很久 雖然沒有發炎 幸好沒有發炎 在那裡乾燥 在那裡洗得很漂亮 然後又痛 慢慢痛 又冷又痛 那你覺得 大家會否覺得 哪隻腳趾會救回來 待會我會給你們看看 大家以為這隻腳死了 這隻也差不多死了 這隻真的沒有了 至少可能只剩下兩隻腳趾 最後大家聽 我們做到一個效果是怎樣 其實這隻血管 有幾折的痛 這就是大腿中間的 你發現 好像之前被人做過 通過波仔的支架 不是自己本身的改化 硬到鐵釘 其實是一個很短的座膝 我們很簡單 放一個支架 就剩下兩隻腳 到膝蓋的對下 膝蓋的對下 通常有三支血管 三支箱 反過來 這個病人又圈了 他們告訴他們 這個斷了 這個斷了 這個塞了 還有這個腳 腳眼 這個腳跟腳爭 然後又斷了一節 其實我們跟通血管 通波仔的原理一樣 在那裡幹線 穿過了左膝 用球狼、支架 這樣的傳統方法 撞開它 我們就用這些球狼 撞、撞、撞 三個月管 我撞完 全部撞完 OK 撞開它 剛才之前塞對方 我撞開它 雖然後面那支 我沒有通過 不過前面 就通過了 我覺得 血流也應該夠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 硬撞 穿後面那支 我發現三個月之後 其實大腳趾 一半還在 只是摸一隻腳趾 這也是幾個月後 不過至少它通了那一晚 絕對開始亂了 沒有那麼痛 慢慢有機會就好 OK 當然不是說通了 一定個個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 他有點幸運 這麼久都沒事 另一個個個案 這個雖然遲些 不過也永遠沒有最遲 這個病不是我醫院的 第一間醫院 六八歲糖尿病 左腳已經被人斬了 因為難斷肢 現在到右邊爛了 又被人斬了幾個腳趾 沒有了三腳趾 那個腕又不好 又痛了 那邊說 斬了那邊 斬了那邊 那邊是BK 雖然他已經在車班 坐在輪椅 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他也不想 其實大家都不想 用腳 你腦筋 是很差的 即是說 而且你每一個 transfer都會低 他都不肯 那邊是BK 那怎麼辦呢 那我試試看 看看如何能否通了 那我發現 他膝蓋的對下 那三支香 就全部都濕了 那其實我都抽了三條 未必是需要 那我選擇一條 最需要的一條 就是前面那條 那我再通了一條 這條 那三條都斷了 經脈盡斷了 那我只通了前面一條 這條 OK 去到腳趾 OK 那可能給了一張 OK 那你見到是 那條血管 可以trace到 去到腳趾 都有血的 OK 那這個就是幾月之後 傷口就失不渴了 OK 雖然它都是Woocheck Balm 但是它病人都很感恩 即是不需要斬殺人的腳 OK 這樣就至少可以幫它 那個傷口可以埋伏 那另外一個個案 那這個74歲 中醫來的 就是糖尿病 食煙 心臟病 那一個月之後 這隻就黑了 然後其實是很深入的 看到紅色 其實已經很低 很入的 那其實 應該要斬的 應該是 Tronicity應該要斬 其實已經是太遲去通了 不過這個病人死都不肯斬 怎樣都不肯斬 那麼我們 有人說他 Incompetent 要找Psychologist 去Certify 叫他定要斬 那發現不是 他這個是清醒的 他自然不斬 沒有辦法 那嘗試是否幫他痛 不過我都覺得 都算是不遲 都未必一定能救得到 雙腳 不過雙腳自己一定沒有了 不過雙腳 you know 氣亡 OK 那這個病人 就由大腿開始 又是大腿開始 就 膝蓋最對上 就斷了一節 也不是很長的 這個10cm左右 很短的 接著到膝蓋對下 又好像經濟盡斷 就斷了很多條 後來又少許若隱若現 中間也有幾節斷了 那我要選一條 要通回它 上面的膝蓋 那一節很簡單 今天是八日支架 今天就補回它 膝蓋對下 又用球囊 那些球囊 就斷開了血管 這樣就發覺 膝蓋對下 我們可以做到 一個這樣的效果 就是血管 雖然不是原尾 現在不是無求原尾 是無求 打到血去到腳 就收手了 打到血 即是直線 拉到血去到腳 那些病人 無論如何都要斬掉腳趾 不過斬的時候 斬的位置有血出 即是有血度 因為很深 它要刮得很深 所以要很長時間 因為它是很深的一個洞 慢慢慢慢慢慢地 在底下生上 幸好 搞了16個月 終於可以好得回 那它只穿一雙鞋 你不覺得 那它仍然在中國行醫 即是它是中醫 那它仍然可以走回 因為只穿一雙鞋 你不知道它沒有三隻腳趾 四隻腳趾 沒甚麼所謂 那它就… 那其實 跟你說 其實通血管是第一步 那我要這麼長時間 為何要靠腳部營養師 還有很多骨褐蜂 幫你刮 所以其實我們最需要 怎樣團隊方式去看病人 就不是 我只是通血管 通血管 之後你們解決它 所以我們要很多醫生 要內科去控制他的糖尿 要腎科看的腎 很多不同的科 一起去處理病人 所以不是單獨一科 可以看得完的 另外技術上是甚麼新的呢 就是我們有時 通常來說通血管 都是一個方向 現在我們可以兩邊一起通 然後就走到浩門 那這個就是84歲 這個86歲的病人 腳趾就黑了 那在另一院 嘗試通 傳統是一個 上面通下去 都是鑿石的 通不到 那轉嫁了過來我們那裡 那為甚麼做不到呢 因為它很長的 這個就是之前換過那個盆骨 然後被鞋子開始塞 整條被塞 那個塞頭角塞 去到塞頭角對下 只剩下一條血管 出來 其實左塞對方 由這裡塞到這裡 差不多是兩尺或以上 差不多三尺的左塞 那麼上面有時 有時很囂端 有時可以在上面直接剷到陸底 有時未必可以的 那用甚麼方法呢 年幾天大,八六歲,沒有想搭橋 我們就叫做By Direction,兩邊夾攻,走前門走後門 傳統就是從左腳上,從上面夾攻下去 上去過不了,我們由腳、眼睛上去 兩條血管,兩條血管,左上下上,中間在碰著 到了,就是到了,大家撞開它,通過一條路,好像 Cross Harbour Tunnel,兩邊一起通,大家希望之間黏在它 黏在它,就可以一條線,一條過,我們叫Floxing Wire,好像牙線 一條線,一條鋼線從這裡出來,保持到你知道可以達到 就可以拉回一邊,然後用傳統方法,就可以由鎮鎮鎮鎮 主要是這樣,可以令你過一條線 由上鎮鎮鎮鎮鎮鎮下,帶回血管,由上 可以追蹤到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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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鎮鎮鎮�鎮鎮�鎮鎮 其實現在很常用 未必是普遍性的 不過這幾年多了這些 由底下繞上去 很多時間上面繞不下去 因為上面很硬 好像水喉塞在上面的鐵釘 有時底下繞上去 其實這個技術上 在這幾年才開始會逐漸多了 現在我們都用多了這個方法 前門走不到就走後門 其實我們成功率 都是九十幾%通過的血管 很少是通不了的 現在科技的球狼又小一點 又滑一點 又軟一點 我們可以將這些血管 在炸的時候 這些血管可以繞很多圈 也可以將腳的血管 可以直接打個圈 我們叫Pero Loop 把它打通了 就像經脈幫我們打通了 全部可以打得重快 它這麼小 1至2毫米的血管 我們都做得到 沒有求帶到血管 要去的地方 有些時候未必通過者 一定是做得到的 我們有時候叫做綜合性 即是混合性 叫做Hybrid 怎樣呢 這個81歲的男士 就是這個又爛了 我的腳眼 不好 OK 那麼它又塞更厲害 它由肚子開始 這個就是 差不多去到肚子 這裡開始 塞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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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到膝蓋上 那又是兩三尺的坐塞 那什麼辦法可以通到它呢 可以搭橋的 你可以由開了這裡 通回它 這裡搭過去 可以上面 照到一個位置 在上面再搭 不是要有幾大的 創傷性的大的 開肚子的手術 那這個八多歲 你都未必想開這麼大的手術 那麼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可以通完 可以用支架 通完都可以 不過有時候 我們盡量避免 在一個位置 放在支架 因為有時候怕它會斷 那什麼辦法呢 我們有一個綜合性 即是一個混合性的方法 去處理的問題 第一 我就用微創方法 由上面剷過了 即是由膝蓋到膝蓋的位置 OK 這個看到有一個 surgical 一個叫什麼 我不知道 叫什麼 surgical的東西 接著 其實我們怎樣呢 就根本是用surgical open了這個 common family 這個膝蓋的位置 我有這個通血罐 這條線出來了 OK 接著 我便去喝咖啡 到我的朋友 James 便繼續做事 我條線在這裏 他便繼續通過這裏 接著搭了這條橋 接著關上門 完了以後 我把我的鋼線 放回血管裏面 關上門 然後我便出場了 我便從上面 才撞開它 放回支架 最後由肚臍 去到比喇 是放支架的 由肚臍 去到腳 是bypass 這是一個混合性 務求將外科 內科 加上一個技術 希望帶到病人 多一點的選擇 做一些最低創傷 亦是一個最好的效果 給病人 如果病人有幾個月後 那個碗就好了 有時未必能夠救到 這個就叫做 我們就跟外科 是很深的 所以已經壞掉了 進入了骨 這個就是 同時一起切開它 我快一點 大家都一樣 把塞的血管 塞的就通回它 塞的就通回它 on table 將它砍掉 這隻是斬掉的 之後呢 因為它一斬的時候 骨科馬上看到有血度 有時它斬沒有血度 即是斬乾柴 其實它一斬 開始有血度了 它那個flap 才有機會可以治療 它就才可以 盡量可以治療 病人其實 就是中後可以治療 因為可以斬低一點 傳統來說 它斬很高 可能是BK 因為沒有血度 這樣就盡量幫到病人 最後最後 最後的最後一個案子 我不說那麼多了 有時的病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病人 雖然是胸血管的問題是容易的 病人本身是一些很複雜的病人 現在80歲的婆婆 又藏療 又中過風 又心衰竭 又腎衰竭 又最近有heart attack 即是甘肌梗塞過 又有massive GI bleeding 那怎麼辦呢 我怎麼通它呢 通了要給血小板藥 那怎麼辦呢 那腳好像爛了 Gangrene 接著有些infection 外邊就嘗試過通 通不了 接著它的病 無論如何都不肯斬 我們寧願死也不肯斬 那怎麼辦呢 我們嘗試進來斬 我只是做之前 給它一點水 即是保護著腎 給它一點水 接著就累積了 又要戴面罩打幾天 接著又開始肺發炎 又開始越來越差 接著呢 我說你斬 最快就斬了 斬了 就是heart oris 怎麼都不肯斬 寧願死也不肯斬 那怎麼辦呢 唯有薄一薄 其實它的主要問題就是 這個比喇 去到膝頭骨對上 斷了 從膝頭骨對下 出來 其實一缺十幾 cm 左右 之前就做不到 他說 with our best do or die 來一次 不過要做得快了 要盡快補救了它 很快就去到之前人家做的位置 之前被人通過 去到同一個地方 塞鬼了 好像鐵石一樣 碰都過不了 那麼你有機會 就可以有錢 說底下繞上去再做 不過我想快 貪快 就是用了儀器 用了儀器 就是一個儀器 就是專門幫你用針 捉回頭 即是你出了血管之外 用針 我勾緊扑回去 那你就可以 即是按下去 光線進去 那你就可以 打回來用針 去到真正的血管 那我就盡快 想快 少一些的顯影劑 盡快解釋這個 patient 最後就放些支架 現在腳支架 是跟深支架不同 深支架是硬的 腳支架 因為腳要動 是軟一點的 亦都長很多 現在的血管 就是下肢的血管 那些支架 是打個裂都不會 不會難的 那你就可以 我發覺 我們就將去 到上面 就很快地都放的支架 從上面 看到這支架 就是被清潔到下面 自家的支架 平坦以上 由傷感 outfit 就這麼牽引要過去 就被內地 我便開工 發割 McCain 以為沒事 那いう傾 rodzici 顯現很少 一百秒的形势 不幸病人第二天 肾瘦散了 不出血了 肺積碎了 ICU又不收他 然后没有床 怎麽都咬了 怎麽都不肯收 幸好我们肾科很帮忙 做一个很急的 帮他用肚子来洗血 洗了四天 肾瘦回復 病人的CRP又下跌 肾瘦又下跌了 腿脂就好些 要煮了一个月才出到圆 我最近的病人 上星期我都复诊了 差不多20个月 病人都还可以的 还可以的 腿脂还是摸到的 脚趾就自己脱出来了 是清理的 没什么疼痛 没什么疼痛 其实讲回少少少 最后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09年回到香港 到现在 都不是最近 10月的指数 做了118个 这些严重缺悦症的病人 134只脚 为什麽呢 很多时候两只脚都要做 因为两只脚都难 都是年纪大 七十几岁到八十岁都有 最老都是九十几岁都有 多数高危的病人 有糖尿 血压高 心灌身病 中过风 要洗肌肾 其实呢 我们发觉 我们一个月 和十二个月的病人 都不完美 但我认为是很理想的 这些病人都很迟 至少那些大压力 就是要斩脚的 那些率 也有14%到一年 还有剩下的病人 这是典型的病人 有孔 便没有孔 总结来说 其实这个严重缺性 大部分是因为 下肢的血管阻塞 令到的 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 随着年纪老化 糖尿的问题 将会是愈愈大的问题 会见愈愈多的病人 而且这些病 是会逐渐性的 是吃药 未必会不会好的 这些病人 若塞得这么小 又有一个高危会死 以及一个要折肢的危险性 还有大部分的病人 如果你早就去通了 乘搭桥 很微創 总之你肯通了它 要折肢的危险性 会避免到 还有 用外国来看 全球性来说 微創方法 已经接受了 大部分的手船 通过血管的方法 不过主要来说 其实这些病人是很复杂的 我觉得是要一个 团队式的处理方法 一起去帮助这些病人 令到最好的效果 多谢大家 希望下次见到病人 你想想想 先通过 不要立刻去斩了 OK Thank you